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博物我是阮木华 短短一周内美国居然接连倒掉了三家银行 这可是这个08年次贷风暴以来最大的金融市场的冲击 果然金融市场被吓趴了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C4Gate 这家跟虚拟货币有密切关系的银行是应声倒闭之后 居然倒到了一家全美第16大的银行的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矽谷银行可不是小银行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美金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六七兆新台币的一个资产规模的银行就这样应声倒闭了 48小时内就被美国政府接管了 接下来又有另外一家在纽约州的叫Signature Bank 也跟的是倒闭了 而且它的资产规模也是超过1000亿美金 这真的把这个美国联准会给吓趴了吓坏了 所以这个联准会马上跳出来 在本周一亚洲股市开盘前 就宣布了他要扮演最后救世主的角色 也就是说你们银行也不要慌了 也不要卖这些债券商品了 你们亏钱就暂时压在台面下 不要拿到市场去抛售了 去取得这个银行所需要的流动性 你们全部拿到我这边抵押我借钱给你 连准会这一招又出来了 这个有市场说这个变相的QE了 现在还在实施QT了 现在又开始又在变相的QE 在市场又大放水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市场就是这个情绪安定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股债市的一个波动可以讲的非常大 这我们也要再次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 尽管这个礼拜我们看到台股 下去又上来 但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方向 还是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跟波动性 这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好我们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说 这个金融市场的压力 会不会是持续的要浮出了 这个像冰山一样这样整个这样喷出来了 这个根据Avroco Isis的常务董事 这个Julian Emile 他讲说金融市场的压力 恐怕是堪比1987年来最大的一个压力又出现了 他说美股有可能会再探去年10月低点 那到底还在跌多少呢 我给大家一个这个数字 像目前标准普通500指数大概3900点 去年10月低点大概是在3600点 也就是说如果再跌到3600点再要再跌10%了 事实上美股以标准普通500指数 他已经从今年的高点4100左右 一路下滑到跌破了3900 所以这一个波段 美股也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回档 尤其是3月份已经把这个整个 从1月以来今年初以来 几乎标准普通500指数的全部的涨幅 已经基数要回吐了 是几乎要回吐了 所以如果再跌10%的话 那金融市场压力当然就更大 那另外我们一方面我们也发现 因为这个接连银行倒闭的问题 也使得这个国债市场的问题浮出了台面 过去大家压着说 反正我这个债券持有到期 这个不卖不赔 现在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CivilGate之后再加上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接连的出问题 尤其是矽谷银行一抛售债券 导致了18亿美金的亏损 全部浮上台面 所以国债的殖利率 因为市场预期联准会不敢再强力升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再升息下去国债要跌更多 所以不敢强力升息了 所以殖利率大幅的下滑 这个大幅下滑 其实后面又出现了强力的反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市场还是处在一个惊魂普定的状况之下 这个美国两年期国债殖利率 您知道吗 短短三个交易居然下滑了100个基点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下跌 从5%一下跌到4% 这个Julian Amuels就讲说 这个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三天跌掉100个基点 是有史以来最快下跌的一个速度 只有1987年能与之相比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股市的资金 惊慌的大量的撤出到债券市场去 就去躲避了这个股灾了 可能因应而来的股灾 大家很惊慌跑到债市去了 所以造成债券殖率下滑 债券价格的一个上升 他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紧缩效果的第一项 有时候升息叫做紧缩 紧缩效果的第一项 美国经济将会陷入衰退 他个人预估这个经济会温和的衰退 而且美股会重测去年10月低点 也就是说较现在目前的指数在至少跌10% 那在国内的法人的看法是这样 这个一项今年一路以来是看空的凯基投股 在此又发出了第一枪 还记得吗 凯基投股在2月的时候说台股 2月底涨势就结束了 准备要进入到一个空头 再来迎接一个空头市场了 结果3月继续涨对不对 好像有点打脸凯基投股 但是我们又发现凯基投股似乎是对的 只是3月第一周第二周稍微上涨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事情 整个美国的金融事情一爆发之后 台股下策到这个15500点之下 那凯基投股在此他又开出了第二枪 他说台股不便宜 没收就对了 为什么他说不便宜 他说台股这一个波段 从去年的10月25号涨了这个已经3000点 这个涨升幅度高达25% 他说第一个涨幅已大 第二个他说以本益比来估 台股现在目前的本益比 已经从10倍上升到16倍了 为什么会到16倍呢 因为这是预估本益比 因为今年上岁公司获利到衰退 所以在衰退的情况之下 预估本益比上升到16倍 他说台股在过去 这个本益比上升到16倍的情况下并不多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在16倍本益比以下 他说在16倍以上只有20%的一个时间 而且普遍发生在联准会撒钱 大放水 应该股市存在泡沫的时候 所以换言之他就说现在目前股市有泡沫 所以他说台股并不存在继续拉升的一个条件 那回到基本面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二月营收公布了嘛 尤其是大家关注台股电营收 出现了月比衰退18% 对不对 我们发现整个上数月二月的营收跌破3兆了 这可是23个月以来首见的状况 这营收在过去23个月都在3兆以上 但是二月已经跌破3兆 这2.82兆月减12%整体月减12% 台股电是月减18%年减8.6% 那前两个月的营收就一二月合并6兆多 也出现了将近10%的一个年减 所以在营收下滑的一个情况之下 普遍预估今年台股的上市会公司的获利 一定是普遍是要衰退的 当然也有少数的佼佼者 获利也许能成长 不过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因应 最近美元指数的一个急速的变动 台币从30.8 扁到30.8 看起来好像扁破31的一个状况下 又回升到了这个30.6 你会发现美元最近因为Civill Gate 因为这个Silicon Bank Value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一出现之后 你发现美元指数开始在转弱 美债值率下跌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一连串的变化 我们当然要请到很有经验 看市场的这个专职投资人 来跟我们来谈谈看他最新的看法 以及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人家是怎么样靠用ETF的投资 就可以养活三个小孩 这个专职的奶爸 而且他有一套他的奶爸经济学 我们今天这位来宾曾经在法人圈当过外汇交易员 但是他是理工科出身 这也很怪 理工科跑去从事金融业 然后现在变成专职奶爸三个小baby 然后同时用自己的投资 可以养活一家人 这真的是我也很想追求的一条人生之梦 但是是不是真的好走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他 我们今天请教的是奶爸经济学的黄少博 赛巴你好 木华哥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赛巴刚一进来就想说 他从小就看我的节目 一路以来 显示我们的年龄稍微比你大一点 但是我一直都在学习 其实我最早接触金融产品的时候 是在大市 大三大市 那你也很早被启蒙 对 一开始就当时是2000年 2000年那时候就是 怡赴的怡赴基金当时非常的规模很大 他那时候就是募集了 那你年纪不小了 能讲出怡赴的通常有一定年纪的 对就20多年前 对20年前那个时候 然后我人生第一笔投资 就是从以前高中大学打工 存的钱大概将近30万 就是第一次募集 那个怡赴的全球网通基金 我就全部砸下去 结果呢 当然最后他是从净值10块钱 一路就后来涨了一点点之后 就一路跌到剩下1块4还是2块多 就一年多 那几乎全部打水漂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 非常成功的失败 那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信邪 就是从哪里跌倒就是要从哪里站起来 所以投资这个东西就让我开始的 有一个想要挑战他的一个心 所以我就开始买了很多书 然后就开始要学习 但是一开始工作是在电子业工作 对 那电子业工作其实工作压力很大 是 当时 但是收入其实也相对 相对也是比较高 但是还是一直梦想着说 好像做投资可以赚钱 可以发财 一直想要这样的梦 然后呢 这大家都有的梦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来 那那个后来最后就是 后来我觉得大概是到不行 当时人生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外婆离开了 就看到一些人生的一些变 就说很突然他就是 对对对 就觉得说应该要把握现在 人生只有一次 一定要冲冲看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离开电子业 进入了金融保险业 所以当时是从保险 那你也跳很大 对对对 但是因为你先前 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了 其实并没有 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实力 才敢这样子做 没有 然后当时就是跳到保险业的时候 因为有那个理由可以 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上课 所以我当时什么 投信投库证照 营业员证照 期货的 保险的 就全部都考 所以那运气蛮好的 就是说在07年的时候 就是进 07 年底进了富邦的外汇交易室 OK 那外汇交易又是一个 而且是正统的交易法人 对 但是他很超 一定的 然后外汇交易其实又是一个 它是相对简单 没有基本面 但是难度又很高 对 而且常常日夜要颠倒 对 日夜颠倒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波动很大 那它小小的几个点数波动 就是在账面上就是几万块 几万块几十万的电动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高压力 就是其实跟期货交易员差不多 对 就是也是一个高压力高挑战的工作 结果你进的timing 是07 年 没错 发生金融海啸 对 沿路就是 你进的timing 也还真好 对 它给我人生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你知道那个 真正在恐慌的时候 其实交易室的部位的波动 还有就是说那些 就是说业务业务单位 他们在接电话的频率 还有大家对于那个市场看法 各部门 各交易台的那个讯息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等于是经历了一个小小的金融市场 甚至说其实台湾 当时有一些银行 甚至有可能会要 就是说也跟现在的状况一样 可能会要倒闭的一些讯息 都有放出来 但是政府 保险公司被保单赎回这些 对 其实当时有一家银行是有危机的 后来被政府压下来 但是当然是我们内部银行 才才比较知道这个讯息 因为已经讲定了某家真的要出事了 但是当时政府就把它压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很多很内部的一些事件 你知道真的很震撼 然后还有包括央行干预的时候 就是说央行开始杂单 怎么去互盘的时候 真正互盘原来是那个样子 就是外面一般讲的 所以读教课书上课 跟实际进到法人圈 真的在操盘 那真的是两回事 对不对 当然 不过我想这样子也累积了你深厚的功力 因为一方面你有这个基础知识 也去商量很多个 另外一方面你也把这些东西 再进化到真正的交易式里面去了 对 但是其实刚开始你看我07、08、09出来之后 我运气蛮好 我就是去当总盖师黄国华的助理 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个人交易者 就是专业投资者 所以你才会更看得到原来一个 从法人出来的人当他变个人交易的时候 他的观点有跟原来多么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行 一行是一个做法 当你在当法人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工具武器 你可以像那个赛车手一样 施展各种高超的技术 可是当你离开了 你开了Toyota的时候 你就不要想说你在过弯甩尾 对不对 那是不一样的style 如果观众朋友 你是想要做一个个人操盘者 你说我不想工作 我不想朝九晚五 我不想受老板的挤压剥削 可以 请听听刚刚赛巴的这个 没那么简单 真的没那么简单 确实如果这条路很好走的话 也不会那么多人阵亡 对不对 然后一路上 我就说我开始做的时候 我有很多朋友都比我厉害 就是08年走 就是腰斩走一个 走一坡 对走一坡 然后到贸易战争之后又走一坡 武汉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又走一坡 OK 包括到去年都还有人 就是那种几千万在输的 OK 就是整个 就是认识的朋友圈里面 其实有人会默默消失的 很恐怖 真的是这个血泪史 对 这个群组上又扫掉一个人 推出 他们会默默不讲话 对 OK 好 所以呢 这条路既光明又悔暗 就让您去选择 那回到了我们现在目前盘氏最新的状况 我就要请教你 因为其实你现在也是每天在关注 而且其实你现在就是成功的走下来 活下来的一个 我们讲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model 所以我问你说 这一波这个SVB的事件 到底影响有多大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是上窜下息 你觉得因为从你这个 法人交易式的一个经验出来的话 你觉得后续美元指数会怎么走 台币从今年的2月2号的 这个汇价的高点29.6 一路贬到最近的低点30.8 那最近又升回30.6 你觉得台币跟美元之间的 一个关系性是什么 美元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认为去年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美元的上涨 其实主要因素是来自于两个 一个就是通膨升温 然后连准会紧缩 升息的关系 那资金回流 再来就是因为俄乌战争 大家避嫌的因素 其实那时候一开战之后 那个美元就冲上去 对就冲上去 之后再加上就是升息的因素 就一路往上走 我认为这是基调主旋律 那这个主旋律 其实到了俄乌战争 现在稍微停滞 而且乌克兰可能要春季大反攻 它有可能战争的局势会改变 再来包括说 其实通货膨胀 从我们去年的预估到今年 其实今年4月到6月 有可能会整个下来 会进入到说 就是说CPI的值 大概会跟10年期 公债的殖利率会差不多 就是说会接近到 可能5% 4%的水位 甚至之后会再快速降下来 所以那也就是说 升息的压力 升息的压力和紧缩的那种程度 已经可以开始慢慢可以放缓 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就是说黎明的曙光前 我们准备要看到 就是通膨快要经历一个尾身了 是这样的因素 可是当然就像包括你说的 就是说金融业的紧张 或者是说在其他一些局势的变化 它有可能在 让美元会有一个新的支撑 那以我们外汇来讲 其实没有一种汇率 它的变动是会有一致性的因素 其实它都是一波一波不同的题材 去导致它的变动 对 所以那我比较短的来看的话 就是如果说现在的银行业的 银行业的问题没有扩散 然后没有一直延伸到 延伸到其他的国家和区域的话 它应该到这个为止 就不会再造成更大的骚动 矽谷银行的问题 应该可以暂时支血就对了 对 这个接下来再讲 就是说矽谷银行 其实它本身 它跟雷曼当时事件的破产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雷曼是资不抵债 对 它直接就是负债6000多亿 那它本身资产还是非常充裕的 但是它犯了一个错 就是说 它在这两年连准会宽松的时候 存户一直在增加存款的时候 它买了大量的长天起债 对 而且其实它的 它的security 里面大概有百分之 好像是三成还是四成 这么高的比例都是买MBS MBS 它可能是20年到50年起 然后呢 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短期的 准备现金准备 给人家提款的准备率非常的低 所以它犯了一个 就是我们很容易刚开始投资的错误 就是我今年可能年底要缴房贷 车贷或什么 我把那些钱拿去做更长期的投资 对 那我就缴不出钱了 但是那些其实还是有价值 但是它买的长天起债 刚好因为升息的关系又贬值 所以对它来说现在现卖现赔 它就会更影响它本身的金融 就是说它的银行的经营的体质 所以那大家存户就开始撤资 股东开始卖股票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它的资产 就是说资产配存款的比率 大概是相对其他银行是70% 可是一般的银行大概都是30%以下 所以它这个叫玩太大 它犯了一个我认为是蛮低级的错误 所谓低级不是说人格低级 是说level很低 很很简单就是你身为一个银行 银行其实是叫banker 是银行家 对 银行家它是要很懂得资金的操作和流动 对 它犯了一个这种就是短债长头 很基础很像是小学生才会犯的错 所以联准会也就是毅然而然的 就是让它你要倒就倒 因为它认为经营者要负责 因为这是很基础 它不是像雷曼当时有一个问题 是影子银行 CDO CTS那些的评价非常的困难 而且它还散步到全球 就是说从欧洲银行 又再转包卖到亚洲 全世界都有受伤 所以现在矽谷银行的问题相对比较单纯 但是它的确是反映现在银行业经营的压力 和紧张 这个是事实 但是比较是 我认为是比较中小型的问题 也反映了就是说 美国联准会拉高利率之后 所造成债券价格下跌 造成这些大量买债的机构 法人像受险 像银行 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都cover掉了 那这样子拉高利率造成他们的亏损 这个也是浮上台面了 就是这个冰山整个浮上来了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市场预期 联准会不会再大幅拉高利率了 因为联准会大概也知道了说 再这样搞下去 整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所讲的 那在这样事件的情况底下 我们投资部位该怎么安排 最近这个二月台股 其实ETF上面 这个有一点有趣的现象 是这个绩效王是让大家跌破眼睛 是高股息的ETF串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上面 00919 这个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这个整个二月报酬率有7% 然后00730富邦台湾优质高息有5% 将近是个5.5% 00921赵峰龙头等权重 你可以看到他的报酬率有5.3% 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所谓的高息型的ETF 他们其实各位看到他的排行都是在居前的 那事实上整个二月台股的ETF 大概40几档 这个大多数都打败大盘 因为整个二月台股加权指数的涨幅不到2% 但你发现台股的大概差不多4.6档的台股的ETF 其实大多数都是打败大盘 那我们就看到有网友在敲碗问说 他说我对选股还没有信心 但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所谓的被动式投资 选ETF的方式定期定额 去创造他的这个财富他说请问板上大大的看法 那今天就要来请教这个赛巴的看法 因为我知道你长期其实也是用这个ETF 现在目前取代你过去所谓的 个股波段操作的策略 来创造你养家活口的钱对不对 那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去选那种比较指数型的ETF 然后去存它基本上都是好事 因为你比较不会走冤网路 以前不会随便赔掉 比如说他不会像选个股 就是很容易就是30% 40% 50%的下跌 那所以其实他基本上你做这个选股的动作 已经是第一个安全 那当然大家会在里面想要去寻找最高报酬的那一个 但是我觉得那个叫做过度完美主义 原因是因为所有的 我们从以前看到现在 所有明星基金其实他一段时间会退潮 然后主流就是像股票里面也会 类股会轮动 主流会换 那在这样子交换的过程就会有某一些类股的基金 他会表现比较好 那隔几年又会换一个 你每一次都能掌握到这个Tempo或节奏 其实是困难的 那你就去当法人 你如果都很会赚 你就是当专业交易员 你可以去自营商当操盘人 对 而且也还很难 你要跟更专业的专家互相竞争 那0050是什么 0050比较特别是说它是复制加权指数 所以我现在买的00前50档 跟20年后的50档 内容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保证我是 未来20年的前50名的优等生 那所以我就获得了这一层的安全 这个是0050的特质 再来就是说像那个网友问说0050还是00878 其实你如果说一般我们不要考虑其他的要素 其实你打它的那个线图出来 0050到现在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不对 就是这是我打这个是还原全值 就是含配型 0050从00878成立以来 它其实还是相对 略略一点 对 而且波动是相对比较高 只是去年00878 去年整年的这个下跌的幅度小于0050就是了 对 原因是0050因为它是它的那个全值比较重 它的骨性比较会比较相对活泼 对它因为它财经应该占了4成 对 三成多378 然后0050和0056 那其实你如果说我们再拉长 拉5年来看 其实因为我没有再去拉更早的线图 其实长期来讲0050还是会高于0056 但是不代表0050、0056 就是说会有一个绝对的选择性 并没有要看你的人生财务阶段 如果说你是一个年纪比较高 比较长的长辈 你每年就是要靠那个就是说配息来过生活 那是你的生活金 那你选0056或00878这种固定配息的 而且因为它有操盘的 它会去帮你算 它如果说今年配息率 去各银行配息率不好 它还会帮你从本金禁止里扣 就是会维持你一定的殖利率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想要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就OK 而且因为它股息波动比较不大 所以你不会遇到说假设 你正好就是要用钱的时候 然后正好在非常的低档 然后你的下跌幅度比0050高 但是0050对于一些比较年轻 你想要累积真的要存一桶金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0050 OK 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商业行销的问题 因为0050没有名字 它没有属性 就是说高股息或者说其他的什么 一些ETF它会有一些名称 去赋予它的价值 0050其实它是高总报酬 但是我觉得原大的笨笨 它当时如果名字取得漂亮一点 叫做总回报或者高总报酬 或者总报酬指数ETF 然后再加个50 那可能它卖相就会更好 当然就不会有这个困难 但那要通过今晚会的同意 今晚会有时候对他们取名 是很有这个意见 对 可是你看其他后来 后来居上的都取得很漂亮 对不对 我觉得大概就是说 大家会困扰在这个名称上 但是你去看线图0050 长期来说总回报都优于0056 OK 好 那你这个乐活线谱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说你其实最专精的 现在目前就是ETF的研究 对不对 所以你总结一下你刚刚所讲的 其实0056比较适合退休族群 可以怎么说 因为他们比较希望说 每个月有固定的这个股息收入 对不对 就是他们有希望有一个现金流收入 所以0056的这个配息是比较稳定 而且相对我知道0056的配息率 长期以来是高过050的 所以说这是比较适合稳健退休的族群 但是年轻人就比较适合0050了 对不对 其实老年也不会不适合 事实上你睡得着觉 对 对不对 或者你一半一半 对也是可以 那因为我觉得不要太强迫 跟人家讲说只有0050才最好 其实大家这个市场是多元化的 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OK 那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你的一个操盘策略 我知道其实你有自己的一套 这个很厉害的一个选股法则 超ETF的法则 是不是来告诉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这其实偷别人的 是我的朋友薛 就是薛兆亨教授 他其实很早 他跟另外一个医生叫Alan医生 那个医师他其实过世了 我们都很怀念他 对 他是一个很好很好朋友 那他当时他们就是花了很多时间一直讨论 就是脑力激荡 他们推出这一个就是说0050 那他就是用一个 乐伯五线谱 对他叫乐伯其实只是名字也是 这个很妙 对他也有出书 那他们其实很简单 就是抓3.5年的这一个金融产品的趋势线 然后再用一倍两倍标准差 来去定义它的波动 其实是波动度的衡量 所以那个五线谱的线是标准差是不是 格距间距是标准差 红色中线是那个就是趋势线 所以数学很简单 中线是趋势线 然后上下就是标准差 一倍标准差 两倍标准差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那个常态分配 两倍标准差就占了波动度的95% 没错 大概是这个意思 3倍的话基本上就很低了 对但是因为他其实只抓3.5年 其实他只是这一个时间的一个衡量 OK 就是说只是给你一个 我觉得他的好处是说他给一般不懂投资的人 很视觉很直观的一个建议 OK 所以你可以比较简单的知道说 相对低点在哪里 相对高点在哪里 你就可以做加码和减码的动作 所以说你会照这样的五线谱来操作吗 不完全 OK 一个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技术分析 统计分析它都会有自我 我们叫FIT 就是说它会自我相容 因为我每一次抓的这3.5年 它一定会画出一条很漂亮的线 可是有时候当你极端值出现的时候 它会掉到线外 OK 那遇到像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要回到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在 就是说也有在提醒的 就是说你要考虑你的资产部位 也就是说当我在市场越下跌的时候 因为像0050这种ETF 它有均值回归的特性 然后长期向上还有政府护盘的 政府护盘的这个特性 所以做多是相对有优势 可以放长 那在这样 就是说这种股 就是说0050它是不会倒 不会让你就下市的情况 当然如果0050跌到跌80% 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金融市场没有不可能的事 但是那时候全台湾大概 全台湾其他公司一定都更惨 比一产的人更多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所以它就是想 它就是纳入一个 我们其实所有教科书 或那种一般基金入门书都会讲 讲说就是你下跌10%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10 20 30 40的加码 因为这样刚好是百分之百 那也就是说我的操作点 设定在大概腰斩的地方 再下去我就不管 我就闭上眼睛了 因为我的策略就在这边 但是你会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资产配置会正确 所以通常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下跌买法 对不对 对就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会两者搭配 例如说像这一次就是它下跌下来的时候 其实刚好大概10% 20%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就是说已经开始进入到中间的趋势线区 那其实你依照这个金士塔的策略 你也可以开始知道说 我在这个位置我已经要有10%到20%的部位 我应该要有30% 再来我要有60% 最后要到这边 就是到最底下 跌到40%以下的时候 我应该要在最后加码 所以像这一波再下来 我大概加码到了快7成 6成多快7成 你说台股去年 0050 0050从150块 就是大概在130多的时候 我就开始进场 那时候其实 因为当时的线 其实它已经碰到蓝色的一边 对 所以大概就是可以开始小部分买 而且当时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说有可能会一直往下窜 所以我就是 因为我当时部位比较少 因为我其实之前底部已经有进过 然后有获利一轮 所以我其实上来这段时间 我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增加持固的变化 所以我有部位 所以它在跌的时候我就开始 所以我其实是会两套去打 依照市场环境再搭配 这个五线谱的一个热活操作法 在ETF上面 以及刚才讲说这个金字塔型的 这个往下操作的买法 对不对 每跌10% 你就加码这个 比如说跌10% 你就买进10%的部位 那再跌了这个20%的话 你再买20%的部位 那这样一直跌到40%的话 你刚好买到百分之百 如果再跌的话 那你就扔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子 经过去年台股那个 从1月的高点 18619点 一路跌到10月25号 跌到12629点 这个波段跌了6000点 那我们如果看0050的话 你在这个波段上 你是怎么样逐步加码的 我就是3月多一路买 那买到10月 我买到90多 90多都有买 所以我平均成本是 100 当时上次在看113 但因为它去年又配息 我最近在看是大概是109左右 你的成本降到109 对就是因为有配息的关系 平均成本降到109 所以整体来说我还是在安全 安全范围内 但是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其实真的难是接刀子的操作难度难 就是说你心里能不能很适应 这种操作的方式 对你现在想的很好 跌10%买10% 跌20%再买20% 你到时候跌20%你都不敢买 对啊人一定会想 要不然就是说你想说 我再看看再看看就弹上去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要很纪律型的 然后要反复训练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跟市场搏击的 那涨上去你会解码 怎么解码法 涨上去其实很简单 就是通常它涨上去开始往上拉 拉到中线 对我会部分减码 我不会全部卖 因为其实现在我还是需要配息 就是说我觉得 生活需要 成本相对成本低 就是说我只要是 在市场平均成本以下的话 我其实这个资产我都可以一直持有它 就是说你整个部位是赚钱的 是这个超过你平均买入成本的话 基本上你就会一直持有它 不会全部把它买 不会卖光 因为你还是需要吸收 对 而且其实可能会一直涨 你的资产才会变大 那涨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把它大部分清光 不会我个股会 各股会 EDF不会 OK好 这个热火五线谱提供大家参考 还有这个金字塔的向下买法 我觉得很棒 这两个很重要的策略提供大家参考 不过讲实在这两个策略要搭配还是需要锻炼 还是需要直接在市场上Pratice 那最后要请教你的这个所谓的三招精选成长股的方式 这个我知道你其实选股也很有一套 应该没有特别厉害 因为这个方法选出来其实也会选到垃圾 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有人为的一些人为的主观的判断 那就真的是个人操作选股 其实你还是要有很大的专业的一些讲法或技巧 质量化的选股法 这个词化就靠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这样选 第一个选股就是我会从台湾50中益版和高价股里面来选 然后我会把营建股金融股剔除掉 也就是说留下台湾比较精英的公司 因为台湾其实强的是制造业不是金融业 那那个就是说营造业的话比较内需 就是说它其实跟国际景气的相关度没有那么的直接 所以当我这样子选的时候 我已经先把一些我认为在台湾比较不优势的一些产业就先剔除 那再来就是这所有的公司高价股 中益版或0050都是法人在雇的公司 它规模比较大就比较少会有阻力操作的问题 相对来说就越难因为它的市值太大 你要操作它其实你除非联合 要不然你大家都是互相在拼的 所以它比较没有操作的空间 就是我说是被人为操控的空间 先把选股词确立了 然后通常这样选完了你可能就有三四百档 已经很忙了 再来我会去就是郭公克先生他其实在他的书里面 他其实最后的选股会去评估分析KN 但是他其实是非常仔细就是从毛利率 资本攻击它是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再去观察这个 但是我就是偷懒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这个选股词我已经帮我律掉一些 真的中小型的公司了 这是偷懒 所以在KN值的话我会去评估一下 就是说它的KN值比较像 它是一个叫做外部股东报酬率 那我要求报酬率越高的时候 它通常相对价格会比较低 它有一点像殖利率的概念 就是说你的月低你换算回来 你外部股东的报酬会比较高 所以通常KN值就是比较高的 它就相当于就是殖利率比较高 股价净值比较低 就是股价净值比较低 就是价格比较低的状态 相对比较跌到一定超值的程度 对所以就是说中大型股 价格又相对来说是一个 一个比较有价值的空间的时候 我去看它营收的变化 这个就是一个懒人方式比较快 但是接下来之后捞出来 通常捞到最后剩下30档 我就开始一档一档仔细的去分析 去看它的产业是不是有变化 就是说如果只有这家公司好 那它是自己好 但是如果除了这家公司 例如说像见顶 它可能像星星或南电之类 整个PCP族群都越来越好 都不错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 有料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去看国外的那个PCP 就是说相关的厂 他们的那个消息 也都是利多说越来越好 那就表示说这个族群有机会再起来 OK 这个就是个人研究法了 没有法人资源下的一个研究的方向 没错 就是也是要依靠一些国外的 就是说领头羊有讯息之后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是同业竞争 就是说例如说你是那个MOMO 你就可以跟PC或者网架 但是国内的比较不能比 那你如果是去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公司 来就是说竞争公司来比较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家在这个产业 在产业周期上 可能是向上或向下的状态 OK 那他就会变成是一个有机会的标的 OK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自己在家里面要选股 其实需要做很多的逻辑上的分析 对 那逻辑上分析分析出来的个股 经过层层筛选之后 其实还要经过自己在新闻各方面的 这个讯息的收集再去做判断 对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需要有一些时间跟经验的培养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跌幅衡量的经验法是什么 像刚刚我们讲到说 就是这又回到说当我个股选完 其实它真的很费力很费时 可是其实我当时在投资的时候 我还有一小部分都一直有在买0050 对 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东西很妙 因为它其实总报酬不会输我的 不一定会输我个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个股是这样 就是我可能看好这一档 可是我只会拿20% 30%去买 你不会all in 但我0050有时候我会买到50% 就是说50%的钱都凹在那 结果换算起来差不多 而且其实也会买到赔的 例如说像我之前有买那个 价格其实是有赔到 价格因为它不断的增值的关系 它股本货太大 但是我也觉得它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有价值的 我喜欢低档买 但是还是套没办法 但是就是说 所以你的个股其实会有赚有赔 然后还不如你0050像ETF这种 你就好好存这种 它一成长的时候 它带来的效果 总资产报酬的效果是相对于是会比较大 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就是发现说 0050很好用 像包括总监事他自己有一本书 就是他的那个什么交易员 交易员 他什么 我忘记他总监事投资笔记 他里面也有在讲说 就是天灾地便买0050 这也是他自己提过 我也觉得这个的确是个道理 对于不会选股的投资人真的很适合 那跌幅衡量呢 是这样 就是说在大概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有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从1948年一直到现在台股 就是从每一个波段的下跌 就是大概跌超过20%会发生12次 然后跌超过30%有6次 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台股跌下来 跌50%大概只有一次 就是一直到现在2022 标展就有一次 对 那你看像现在 现在大概就是说这一次最低大概跌到30% 那你认为说台股是一个相对高还是相对低 其实是一个中性偏低 我认为是 已经是一个好机会了 对 你从现在开始定期定额 已经不是最后一个山顶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可以用这种跌幅衡量 来做一个 这个就是台股从1948年以来 它的这个经验值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总是可以参考一下过去的轨迹 那最后要请教你 就是说你其实锻炼这么多之后 最后做个总结 这个成功的心法到底是什么 成功投资人的心法到底是什么 就是做人不要太贪心 其实当你在分散资金分散进出的时候 你的总报酬其实会降低 就是说像我自己觉得说我很厉害 然后我想要去个股投资 其实有时候会偷积不着18名 那当你回归到其实就是说 就是说你可能用定期定额 或者是说跌幅加码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看起来是比较笨的 对 可是它其实对你的财务是健康的 可以走比较远 对活得久活得下来 所以成功的要素 其实你经历下来 就是说这个其实让大家亏最多的还是个股 对 成也个股败也个股 但是其实ETF就相对安全多了 对 我自己觉得说一个成功的投资 你需要有选股比率还有操作 对 但是像ETF它就帮你解决了选股的问题 对 再来你投入的比例就是我刚刚说的 有金字法的投入 其实你的资金你已经在管资金了 对 其实就是这样 当你部位越大 你越老的老鸟的时候 你不走极端的时候 其实你投资是在部位的比例的管理 调整 你不会很极端就是我就是 永远都是低买高卖 其实少数有人是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 而且也不安全 再来就是说操作 其实操作就是常常很多老师在讲 就是再平衡 再平衡就是你一段时间去审视说 你会不会 其实这个矽谷银行就是这个问题 它没有再操作 它其实在 它们就一直放在那边 对 它一直把累积它长期的部位 所以它的比例就不正确 你看其实连 连那种专业的银行都会犯这种错 所以你个人其实有掌握这三段 其实你就会走得长 走得久 可以比气长 所以选股线已经帮你过滤掉了 对不对 法人帮你选好 然后你就是操作比率跟这个策略了 就投资的一个操作 实际的一个操作 好 那最后是不是要跟我们讲说 现在就开始投资ETF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0050 我们去抓一个pattern是3.5年 也就是说其实 因为薛教授他们有统计过 台股大概平均定期定额 3.5年你会解套 你超过会解套 定期定额 对 那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做法 就是因为台股已经回档 大概20% 30%了 现在是相对低 所以你可以单比 就是说拿30 例如说你有100万 你就30万 就一次砸进去 你剩下70万 刚好35期 是可以刚好 就是完整是一个三年的比例 你就可以慢慢去定存 就是拆2万2万2万 这样子去投35期 刚刚好是三年 那你这样会有一个一桶金 OK 有一桶金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说 你要怎么再平衡 就是说你的现金流和什么状态 因为当你有一桶金 就有点像买屋换屋的概念 了解 当你没有房子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做操作 当你有一个一桶金的时候 你开始就有进口供推合手 你有第一间投资屋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第二间的类似这种概念 就可以 对 一方面你也熟悉 再来就是我认为 它最难的是执行 人诱惑太多 这三年过程中 你可能看到航运股飙起来 或者说什么AI股又飙起来 或什么 你就开始就不做了 你就又跑去玩了 对 好 所以坚持下去走路 才能走得更远 对 那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得就是 往往大家喜欢去压个股 这个但 记得成业个股 败业个股 让你赔最多的 也是重压的单一个股 所以我们在投资上面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资产 组合做健全 那当然在 ETF这个部分是必不可少 因为法人已经帮你选好 一篮子的好的股票了 那你会省去很多的 这个 所谓自己选股的时间 那今天我们收获非常多 这个从一开始 赛巴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人生的经历 讲到了最后 这个从系武银行雷曼时刻 一直到 我们 教大家怎么去做ETF的投资 我觉得很实用 提供给我们 朋友在假日的早上 大家参考 今天非常谢谢赛巴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财经貌 观众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六日早上 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我是阮木华 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我以此认为今年的兔年 统计资料 我们大概六十年来五只兔子 他的平均涨流是92% 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最好的一年 那今年会不会那么好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年的上市公司的总体经济 通通在谷底附近打底 他要告诉你 我们台湾股市场已经跌了13个月 底部是在今年 或是我们讲义 等下讲的明年 这是我们第一个单元 从民国79年台股上断点完以后 他涨多少的 就会修正两乘以 的一个月数 那是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 目前已经第14个月了 你会不会做V转 或是说台语盘带点 我们认为我们采用这个 这样做的一个神秘比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